我們看這題目 讀我圖 圓歐的半徑為1 ab線段長為直徑 c點在圓軸上 且角cab 是等於60度 d點在下半圓弧上移動 另角bad 是等於θ 第一小題 以sinθcosθ 來表示sin的角cad 那我們先看第一小題 sin 這角cad 那麼這個角呢 是60度 去加上θ這角度 因此呢這等於 這sin的 這是60度 加θ 因此呢這等於 sin60度 乘以cosθ 加上 cos60度 去乘以sinθ 因此呢這等於 sin60度 這是2分之更號3 去乘以cosθ 那麼加上cos60度 這是2分之1 然後去乘以sinθ 因此呢在這裡我們得到 這sin角cad 用sinθ 和cosθ 來表示 這關係是為 2分之更號3 乘以cosθ 加2分之1 乘以sinθ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設s of θ 表示上行acd 面積 試問當θ為多少時 s of θ 會有最大值 並問此值 是多少 首先 這s of θ 這等於 這是2分之1 去乘以ac 限段長 再乘以ad 他們之間夾角的sin值 所以這乘以sin 這是60度 加θ 那麼這等於 這是2分之1 乘以 在這裡 我們連接 這bc線段 好 那連接bd線段 這時候 這裡呢 這是半圓的圓軸角 所以是直角 那麼這裡 這也是半圓的圓軸角 這是直角 那麼因為半徑是1 所以呢 這ab線段長 這是直徑 這是2 所以 這裡60度 這裡30度 所以對過來呢 ac線段長 我們知道這是1 那麼斜邊長是2 這個角度是θ 所以ad線段長呢 是2 去乘以cosθ 那麼我們把它帶進來 ac修爛長 這是1 乘以 ad修爛長 這是2 乘以cosθ 那麼乘以sine的60度加θ 我們在第一小題 已經算出 這是2分之根號3 去乘以cosθ 然後加上 這是2分之1 去乘以sineθ 乘以cosθ 那麼這時候 這2分之1 跟2呢 這裡我們把它約掉 好 那麼cosθ 我們把它乘進去 所以我們會得到 這是 2分之根號3 乘以cosθ的平方 然後再加2分之1 去乘以sineθ 乘以cosθ 這是2分之1 那麼這時候 我們使用2倍9公式 這是等於 這是2分之根號3 去乘以cosθ平方 這是2分之1 加cos2θ 那麼加上 這是2分之1 去乘以sineθ 乘以cosθ 這是2分之 sin2θ 因此呢 這裡我們先寫 再乘起來 這是4分之1 乘以sineθ 那這裡呢 我們把它乘開的時候 這裡有2分之根號3 乘以2分之1 乘以cos2θ 所以這裡我們會加 4分之根號3 乘以cos2θ 那麼這會加上 這2分之根號3 乘以2分之1 這是4分之根號3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寫到這裡來 這等於 這裡呢 我們把2分之1提出去 那麼這是2分之1 去乘以 這裡留下2分之1 乘以sin2θ 加2分之根號3 乘以cos2θ 那麼我們可以把它畫為是 這我們直接寫了 這是sin的 這是2θ 加3分之π 那後面呢 那後面呢 這裡要加 4分之根號3 因此呢 我們算出 s of θ 是等於 這個是 那麼在這裡 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再繼續講解 再選擇 我點擊 這2分之1 可以選擇 這2θ 加3分之π 然後再加上 這4分之根號3 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取 这2θ加3分之π 是等于2分之π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 sine的2分之π是等于1是最大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算出 这最大值 这等于这是1分之1乘以1 这是1分之1 然后再加上这是4分之根号3 这个答案 那么这时候 2θ加3分之π是等于2分之π 那这时候2θ就是等于2分之π 减3分之π 那么这等于6分之π 所以呢我们可以算出 这θ是等于12分之π 这个答案 所以呢这s of 12分之π 这是等于2分之1 加4分之根号3 这为最大值 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